西威最近有个报告 就是说全球因为新冠直接间接死亡的人 在2020年到2021年到 应该都有1400多万 如果计算今年 可能都是预计一个大数千五万没有走鸡 这个死亡的数字 就跟上个世纪初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的数字 都由得挥 都相当令人震惊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今天科技已经进步了这么多 文明了这么多 就是这些西班牙流感 这些这么大规模的 因为一些传染病死亡的情况 应该未必会发生 不过这件事我想都是人 都是犯了一个天真病 正如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有一段时间的和平 很多欧洲人就会觉得 以后都不会有战争 我们这些日子只会更好 谁知一战二战 最终都是发生了一些 之前想象不到的极大的灾难 有些人都会觉得 好像二战的那种残酷 或者大规模的战争 不会再发生 俄乌战争发生了之后 似乎这些事情 我们都不能够那么肯定地说 我也是那句 对人性最好就不要有太大期望 好,回来 这个世卫报告 其实你说它可不可信呢? 凡这些估计数字 都是可能有很大的误差 当然它计算这个数字 它采取一些 就是计算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 比起之前几年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 究竟多了多少人死 来去判断有多少人 直接间接因为这个新冠而死亡的 这个会比较准确些 因为如果靠大家去报 那就很难的 因为每一个国家 可能你判断是什么 是死于新冠的标准都不同 有些人觉得14天之后 有新冠之后死亡的都是 有些人觉得28天才是 有些人觉得有这几个症状才是 或者有些人觉得 一定要检查PCR才是 所以就靠大家去报 就很难的 当然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国家和国家之间那种竞争关系 好像人与人之间那种竞争关系 总是觉得我做得比你 你又做得比我差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它计算一个excess depth 就是说究竟比一般正常的状态底下 或者摇天顺日的日子 究竟多了多少人死 就当是新冠病毒引起的直接间接死亡 是比较客观一些 但是即使是这样说 它里面也有极之多的 assumption 极之多的假设 一些的前提去满足到 比如在先进的国家 去getter收集这些数字 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如果在落后的国家 或者没有那么开放的国家 那你要去取得这些数字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大家 就不用说把数字太认真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 这个病毒对人类整体的影响 是极之极之大 它里面也有很多一些 出人意外的情况出现 比如欧洲来说 一旦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骂这个 比如瑞典这些国家 因为它就是 卸做的 它说有得它 不要紧要 不用任何关键 不用任何的限制 有得那些人继续 就可以了 最初被罵爆了 但是最终turn out出来 根据世卫这个数字 它其实不是做得很差 它比起英国这些地方 它反而更加好 英国也有很多 一些禁止 很多的限制措施 但是瑞典似乎 什么都不做 其实应该不是 它是有做些事情 不过它就没有做得那么多 但是相比下来 它好像比英国更好 而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 比如说冰岛 蒙古国 日本 纽西兰 这些国家的死亡率 就凌施低了一段 但是你说这些国家 其实它的政策上 就是说对付 应对COVID的政策上 都上落相当大 有些做得更紧 政策对于控制疫情 看不出有很强的关系 反而很明显 看到这些国家有个特点 就是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就是地理上是比较隔绝 还有相对国民 就比较富裕一些 如果国家比较富裕的话 当然可以减低很多 collectual damage 就是说有些国家很穷的 不如他一定要出街 每天做事 他赚那十元八元美金一天 才可以养到家 他就算有病 他就算明知外面有很多病毒 他都要出去 再感染到他 营养又不够 当然会产生很多出来的死亡数字 就是如果这样看的话 所谓人类文明了很多 似乎应对这些大灾难 可以做到的事都是有限 就是疫症 大自然的灾难 人类面对这些事的时候 其实都相当之无助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